由于周二两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各海面的风力会增强 东半部地区和南端陆地的天气也不太稳定 目前热带性低气压正在俄罗安比的东南东方大概680公里的海面上 会以比较快的速度接近巴士海峡 以预测路径来看 今天周一晚上一直到周二将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在强度方面 我们预估热带性低气压它还有一些增强的空间 所以一旦热带性低气压增强为轻度台风 气象局就有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在现在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的环境之下 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 不论是热带性低气压或是轻度台风 今天明天两天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目前我们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提醒大家留意 首先是海面的风浪 我们特别要提醒在东南部海面和巴士海峡 甚至西南部的海域随着热带性低气压靠近 今天明天两天风浪会明显增大 其他各海面的风力也会增强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 东半部沿海地区包括绿岛南域 横川半岛和西南部沿海地区会有长浪的现象 所以这两天大家如果要从事海面或海边的作业或活动 要特别小心 在天气方面 从雷达会扑上我们可以看到 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云气 有些零星的云气在清晨到现在 渐渐的离近东半部陆地 尤其是台东横川地方 那在天气方面其实今天在东半部地区 横川半岛和南部山区 断续有下震雨或雷雨的形态 尤其台东及横川下雨的时间比较长 至于其他像宜兰花莲或是南部的山区 有时候可以看到阳光 有时候飘一些雨 在降雨的方面我们要特别提醒 台东地区和横川半岛今天晚上开始 除了雨是明显下雨的时间长以外 今天晚上到星期二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至于其他各地 今天明天两天 澎湖 静门 马祖 以及在南部平地 中部北部的各地区 都是晴朗而且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 不过中午以后会有午后雷震雨 我们预估今天下午后雷震雨的时候 南部山区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另外明天的天气形态和今天一样 但是明天的午后雷震雨 比较大雨势的地方 则会是整个天气状况而调整 气象就会随时监测 对流云气的发展 一旦有旺盛对流云气形成 我们觉得会带来比较大雨势的时候 就会发布相关的降雨的特报提醒 大家留意 至于在温度方面 其实各地的温度还是比较炎热 我们预估今天在花东地区大约是32度左右的高温 澎湖金门马祖大约31度到33度左右的高温 整个西半部到东北部地区高温 则在34-5度左右 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 新北市台北市盆地 宜兰进山区河谷的地方 花莲纵谷 还有台南高雄屏东进山区河谷的地方 今天还是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 而且明天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 仍然也会出现比较高的气温 这种天气形态之下提醒大家 虽然热带性系统在靠近 但是迎风面的降雨以外 其他各地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形态之下 要事实补充水分 外出做好防晒的工作 至于未来的天气 如果热带性统照我们所预估 向西移动的话 我们预估星期三开始 太平洋高压这片晴朗云的地方 就会开始影响我们 那到时候就会持续变成是 晴朗稳定 无后有来这种天气形态 而从微信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 热带性低气压以外 南海也有低压云气发展 只不过目前看起来 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气流 它会向比较偏息的方向移动 因此未来一周 高温炎热还是要提醒大家留意 而今天明天两天 气象绝持续关注 热带性低气压的发展状况 但还是提醒大家 不论它是热带性低气压 或是清度台风 对我们东半部 南端陆地的天气 以及整个海面是有影响的 请大家多留意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天气说明 我记得了 tenth的天气 我记得了您的意志 顺序 您的ч要持续关注